我的名字叫郑美生 我是一位营养师 过后在参与慈祭大概有八年 奸证的加入访式大概有五年左右 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在与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或者是在他们疾苦的时候都好 他们都会以很幸福或者是很简单 就是幸福那种态度来面对 或者是就是说每一个困难都好 大家可以一起的度过 就是整家人都平平安安的 那种可以一起共来接手度过的话 或者扶持就是简单就是幸福 那个很重要我觉得他们都虽然是很苦 可是他们去访试的时候 每次看到他们都是都是很开心 家里的气氛都很开心 而且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的都有 所以这一些都是很值得我本身去学习的 那我觉得去帮助人家是一个很可以帮到人家的话 是一个很值得开心的 或者是从钱财方面是得不到的那一种 物质方面是得不到的那一种快乐 反而看到人家脸上有了那个快乐的时候呢 基本上那个比金钱来的快乐还来得深刻 做佑鸣那就是简单就是幸福